我们人俊怎么观察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郭台铭来讲 或者是对于这个民众党来说 他现在必须要去思考的是 美国跟中国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究竟他们的立场要占到什么程度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郭台铭里面 大家认为说这个 中国大陆要查税或干嘛的 透过这个手段是要求你郭台铭 自己想办法 你自己去理解 但是如果刚刚讲到说 这个辉达今天放了一个订单去给红海 让红海的股价可以止跌回升回来 那是不是也代表了另外一个方面是 过去大家认为中共大陆为什么要出手 是因为美国你今天在赖佩霞的 这个所谓的护照 这个国籍的问题上面 你开的不是只有绿灯而已 你根本是加速帮他处理 让他符合参选的资格 那今天辉达的这一个 有没有政治上面的考量 所以今天郭台铭出来回应 因为老实讲过去一大段时间 大家质疑说郭台铭你在哪里 你今天不是要这个 这个这个联署只剩三天四天啊 你不是应该出现 他都没有公开行程 今天突然跑出来接受 突然出来了 然后告诉你说我要我要选到底 所以我认为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郭台铭其实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他现在在告诉大家 我要继续往总统这条路上走 是不是在回应美国 我不敢这么说 但是时间上面今天蛮特别的 这第一个哦 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有没有想要试图 揭入台湾选择 你说没有也不可能嘛 过去多少次 连县市首长选举都在大陆那边 像之前那个连胜文 当年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在上海都还办那个什么 你知道帮连胜文吹票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在那边 中国大陆自己本身没有选举 要帮他吹票 那时候找了很多台商嘛 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问题来说 他用武贺当然是一种方法 但是武贺绝对不能拿来作为唯一的手段 也就是如果今天你要做武贺的这件事情上面 从过去到现在回来看 武贺都不会达到好结果 对中国大陆来讲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看到柯文哲 面对徐春莹这件事情的态度 也很特别 也就是当柯台铭 当柯文哲今天出来讲说 他要叫这个徐春莹出来 接受大家的检视 你就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准备把它变成他的主议题了 也就是你越质疑说 好今天大家质疑讲说 你今天为什么让徐春莹 有机会进入到立法院里面去 柯文哲的讲法是说 他有中华民国身份证 他有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我不能剥夺他 今天加码叫做我要叫他出来面对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吵这个议题 因为很简单 如果就法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现在就跟你讲 我为什么剥落他 等等等等 就法的话赵天龄也有参选权 赵天龄可以选到底 但赵天龄是不是自己自我了当 自我退了 中华民国的法令是最低标准 政治人物跟国会议员 他有一个更高的国家标准 简单讲 就连今天马文君 不管他的泄密 是可以佐证到什么程度 他已经不适格当国防外交委员会的立法委员了嘛 这是一个适格的国会标准 那如果你要说他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就可以进国会的话 那是超低标啦 但是你柯文哲要做这个低标 你都不要讲你是新政治 你推你的林真宇进去啊 你推你的陈志涵进去啊 你推你的黄敬营进去啊 请问你为什么推徐淳英 请问你为什么觉得徐淳英更有代表性 柯文哲在这件事情要把他做大 他为什么要把他做为主战场 因为很简单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是指单纯做给所谓的陆配 或者这一些他认为有什么一百万票的这些人看 因为这是一种 我认为他在买单徐淳英的后面大老板啊 徐淳英后面的推荐人 不是 徐淳英后面一定是推荐人嘛 不然为什么不推荐你康仁俊 康仁俊后面是谁嘛 星光小公主后面是谁 星光集团嘛 当年高宏安我是说他当部分区立委 后面是谁 鸿海集团嘛 集团代表什么 有钱啦 所以呢 徐淳英的后面不是有钱 就是有中国力量 就只有两个选项嘛 就是当这个议题成为国内在讨论的时候 已经不是徐淳英个人适合不适合担任立法委员了 而是谈论到政治议题的时候 没有一个政党会轻忽这种政治上面的东西 可是柯文哲选择把他做大 那代表是他要说服的对象 其实不是国内的民众 就这么简单 就是我在回答您刚刚的那个 就是他要向中国跟国台办书成嘛 他要向徐淳英后面的老板表态嘛 徐淳英不是咖 但是徐淳英后面有大咖 柯文哲要向那个大咖表态 再来就是说 外界现在对徐淳英个人的质疑回到了是 比如说这个平面媒体之前的报道 那个报道的说法来自于徐淳英个人的说法 因为那些是他曾经告诉大家讲说 我拥有这些资历 可是现在徐淳英讲说没有 我没有做过那些职务 而柯文哲选择相信了 或者接受了他现在的做法 那大家会更质疑 那你告诉我前面的那一段是真 还是后面这一段是真 还是你完全不管 所以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 当然你说他吃不吃选票的这一套 我认为他吃 可是对于现在很多民众来讲 为什么他成为政治上面 大家去检视 他不是一个重要人物 但是他背后所代表的政治意义的象征 其实大过于 他有没有当上立法委员这件事情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官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你不再发抖 你不再来